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奇幻电影《魔法师的学徒》 英国的公元前745年 魔法师梅林将秘诀传授给了三个他所信任的徒弟 但他没想到的是 其中一个徒弟背叛了他 投靠了邪恶的女巫莫甘娜 并得到了那个强大的秘诀 他们准备借此召唤亡灵奴役人类 梅林的女徒弟为了封印女巫 将他困在了自己的身体里 凯奇则将他们俩连同叛徒一起 封印进了俄罗斯套娃内 梅林在临死之前给了凯奇一个龙戒指 说他会选择一个孩子 孩子长大后就会成为自己的继承人 并且只有他能够杀死邪恶女巫莫甘娜 人类才会得到真正的安宁 一千多年过去了 凯奇终于在自己经营的古董店 找到了那个天命之子大卫 戒指选择了他 而熊孩子的多东正 让他不小心将套娃里的叛徒放了出来 凯奇无奈只能将自己和叛徒 一起封印进了另一个罐子 大卫也因为没见过世面 被吓得尿裤子 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十年后 大卫已经长成了一个 沉迷物理学的帅小伙 那个凯奇给他的戒指 也被他扔在了角落 唯一不变的是 他还爱着儿时的那个金发妹 同时叛徒和凯奇也从罐子里跑了出来 他们都迫切的显而知道 当年那个封印着女巫莫甘娜的套娃在哪 双方都根据魔法追踪到了套娃的位置 在唐人街的一家小店 双方在这里展开大战 最终凯奇拿到了套娃 大卫也尝到了魔法的甜头 决定跟凯奇一起学习 期间还不忘利用魔法泡妞 叛徒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他们的追踪 很快就发现了大卫的地下实验室 并趁他们不合的时候抢走了套娃 绣好大卫及时赶回来救下了凯奇 但可惜的是 叛徒不仅抢走了套娃 还拿走了大卫的戒指 现在凯奇只能支撑面对叛徒 和他召唤出来的女巫莫甘娜了 从套娃里出来的莫甘娜 利用大楼顶上的卫星接收器 引导放大电磁能 召唤自己的亡灵大军 大卫让自己的小女友去破坏大楼上的接收器 扰乱磁场 自己则开车带着特斯拉线圈 垫死了叛徒 再利用等离子光炮 咯咯咯咯死了女巫莫甘娜 可惜的是凯奇在这场战斗中死了 但是没有什么是我们带着主角光魂的大卫做不到的 既然莫甘娜可以杀死凯奇 为什么大卫不可以救活他呢 毕竟让人死而复生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故事的结尾 凯奇和解除封印的小师妹 幸福的在一起 大卫也有了魔法的加持 准备带着小女友乘坐自己的坐骑 去法国吃早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最少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学习魔法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点 下期再见